星期一,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抵达日本 在各界担心后任总统川普可能改变美国对外政策之时 卡特访日显得尤为重要 卡特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安倍举行了会晤 针对日本国内要求美国归还冲绳岛的呼声 卡特承诺将在今年年底前归还约1万英亩的土地 一位美军高级将领称 归还仪式将定在12月21日和22日举行 安倍对此表示欢迎 他说 对于美国归还4000公顷土地仪式 我们真诚的希望可以通过合作 在本月22日将此事实现 卡特还转达了美国总统奥巴马 对安倍即将访问夏威夷的欢迎 安倍将在本月26日和27日前往夏威夷 与奥巴马进行会面 并访问珍珠港 这是日本首相首次访问珍珠港 也被外界视为对今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 访问广岛的回应 据悉 如奥巴马访问广岛时一样 安倍此行也不会正式道歉 而是要宣传和解的重要性 也是悼念死难者 我会访问珍珠港和美国海军亚利桑那号战略舰纪念馆 纪念战争的死难者 我愿面向未来 向世界保证不再重演战争的惨剧 在余安倍会晤前 美国防长卡特还访问了日本神奈川县的一座军事基地 并在军舰上发表了讲话 卡特说 日美同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 他还指出 日本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 而且在不断改革 适应日本自卫队的新角色 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报道 有些人 来了 感谢观看